LAYO 聊四季 天天如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看條段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T90的黃金聯賽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選擇的文明是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 是在旁邊大莊園灑下農田之後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來源 而且波蘭人挖石頭也會產生少量的黃金 波蘭人除此之外 除了民到封建時代也會自動回血 到了後期主要是打貴族特權騎士 或者是自己的大肉馬 列克體克一場作為主力 波蘭人的戰錘兵也是非常強大的單位 可以攻擊敵人破甲成功 攻兵單位也有母子環也有強弩 所以波蘭人來說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接下來來介紹一下條段人 條段人最大的特色是農田特別便宜 現在早期就可以撒下大片農田 增加自己的經濟實力 條段人他的騎兵跟步兵 城堡時代開始 近戰防護也會多加一點 所以很適合打騎兵加上步兵的聯合作戰 而且後期也有火槍跟火砲可以做實用 所以他的後期也是不容小觸的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地圖的部分 這個地圖是賽斯地圖 這個賽斯地圖的重點是 一開始又把伐木場蓋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剛好可以蓋個伐木場 然後就可以開始挖伐木 把這個牧區挖穿之後呢 可以到這邊蓋一下自己的碼頭 如果這裡有碼頭的話 就可以抵擋住對方的船艦進攻 所以通常都是這邊蓋個碼頭 然後在下方再蓋個碼頭去放肉來用的 那這裡的海域肉量也是蠻多的 補完之後大概會有兩三千的肉 可以拿來做升級 或是產出更多經濟來 所以這個海域呢 在這張地圖來說是蠻重要的 因為這邊挖分之後 你也可以倒到後方 這裡後方還有更多黃金可以做使用 所以不管怎麼說 開局在這邊挖木頭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好 那目前看到兩邊都是拉了幾隻村民 然後到了後方開始拔木 那黃金的部分呢 這個分布來說的話 中間會比較多一點資源 但這個地方要爭奪來說的話 並不是只有從中間可以打下來 你也可以從後方這個領地 高處打低處 慢慢往這個挖地裡面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這張地圖 有點算是考驗玩家們的 作戰策略的意圖跟想法 那地圖來說 我覺得條盾這邊選的比較好 因為文明條盾的話 他有這個精冠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城堡射程非常遠 可以反擊去攻擊對方的火炮 所以通常打條盾的城堡 只能用巨型投石機去做反制 好 目前看到兩邊準備升到封建時代 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破爛這邊則是19P採點封建 算是比較偏慢一點點 那這邊目前也準備要挖穿了 再差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條盾已經挖好 第一個碼頭就決定要蓋在這個位置了 先讀口再說 破爛這邊有打算要打塔弓的意思嗎 兩邊都要讓那些村民突然互打起來 條盾本來想打塔弓 結果被破爛村民抓個陣著 那破爛他村民會回血的關係 所以也很適合打塔弓路線的 而且挖石頭又可以補正一些黃金加成 所以兩邊都是一個適合打塔弓的文明 但條盾人塔弓以對塔的情況來說是比較強大的 因為條盾人的箭塔可以放雙倍的村民 這意味著箭矢數量也可以變成雙倍的 這邊viper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十隻村民在人家門前走來走去 這邊可能要趕快決定要不要蓋箭塔了 因為再不趕快蓋箭塔的話 會浪費這些村民的採集時間 這邊十隻村民直接硬蓋 viper這邊可以優先蓋好 蓋門之後收村 然後拉村民去打這根箭塔 不然就是往後側 往後側然後往右邊這邊插 插這個箭塔 那條盾人馬上投這裡跟箭塔做防守 反應都是相當迅速的 條盾人這邊要拆掉箭塔的時候 還拉村民直接去硬打 那viper看到這邊已經決定要放棄塔攻路線了 因為右邊這邊投資一根箭塔 條盾總共投資了兩根 看到兩根箭塔之後直接回家 這邊可以考慮再插一根箭塔 因為可以守住自己的大中原 但這個大中原有點偏外側 所以有可能會直接棄手 而不在旁邊撒下農田 好 條盾這一次又拉了八村 那為什麼是拉八村 是因為八隻村民剛好可以增加 條盾的雙倍 裝載量的能力 可以讓箭矢發揮出最大殺傷力 就是八村 好 這邊趕快把自己家裡圍了一下 突然這邊也是建立一個箭塔 那我們剛剛有說 對塔情況來說是條盾比較厲害 所以這邊條盾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反制回去的 哇 這邊直接被擊殺到了兩村 條盾這邊已經損失慘重 好 單一收進去之後 然後增加箭矢威力 這邊有可能會敲破 哇靠 又再一次的打爆了條盾人的箭塔 沒想到白婆這邊反應非常迅速 敲爆了條盾人的木牆 馬上進去攻擊亮王塔 這一波條盾又再一次失敗了 那這根箭塔投資也不會太差 好 那波蘭這邊要再次進行塔攻 下面多插了一根箭塔 來控制了這片果子去 但還好這張圖是有海的關係 所以目前還可以先補個魚 補下經濟 那Mapper這邊則是只有暗燒戰劍 並沒有開始補魚 所以經濟上來說 條盾人這邊是有優勢的 那Mapper這邊雖然有稍微反擊回去 但經濟來說 其實並沒有像條盾這麼好 好 表面都是蓋箭塔防守 好 討論再把箭塔慢慢往前插了過去 好 左邊這根箭塔也是想要 硬拆掉 哇 這根箭塔投資的有夠多啊 到處空土啊 好 這裡由於沒有連環塔的關係 感覺是有機會可以拿下這根箭塔 在這邊拉了六隻村民過來 直接過來跟村民對打 喔 這裡可能會死一村 因為這一村居然跑掉了 好 回去 回去繼續蓋這根箭塔 但這根箭塔也不是連環塔 所以還是要圍一下 因為這個箭塔的射程沒有這麼遠 哇 兩邊前期又打得這麼激烈 條盾這邊又再繼續插了一根 這根就是連環塔了 這個連環塔感覺是擋不住 Mapper這邊可能要撤退一下 這裡黃金有點多 可以考慮下個四級 稍微升到城堡賽了 上方補一個四級了 等一下 料王技術 肉類也差不多 那這裡有打算要補魚嗎 感覺這裡補個魚也蠻不錯的 好 這邊又再次開打起來 後方補了一根箭塔 繼續做連環塔 那條盾這邊也是喔 也是連環塔進攻 OK 這邊條盾把所有的村民 收到箭塔裡面作為攻擊 收掉了Mapper的第一隻村民 好 箭塔繼續收 哇 你這邊看到 攻擊力非常高啊 可以射出7隻箭矢 那一般的 文明喔 都只能射出4發而已 0加4 那這邊是0加8喔 兩倍箭矢量 所以對塔來說 條盾是一定有優勢的 好 但目前 村民宿來說 兩邊都是40村左右 但是這邊有多了九燒魚串 所以經濟量來說 還是條盾這邊優先領先的 好 這邊射掉進塔之後 繼續往前插 有人塔繼續深入到了波蘭的領地 OK 突然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點下了一個品種 但是條盾並沒有停止自己的連環塔 繼續深插了箭塔 到了波蘭的農田裏 波蘭這邊也是直接棄手農田 沒有想要繼續爭奪的意思 波蘭這邊可以再繼續挖石頭 正面這邊蓋下這個城堡 稍微做抵擋的動作 好 這邊產出了騎士 第一時間可以跑到條盾家裏 去做騷擾 好 這裡在正面果然補下了城堡 但補的位置並沒有太前面 反正是算偏保守的位置 但這個地方還是會被 條盾的村民給射到 但是還好村民會回血 好 家裏有兩隻騎士衝過來 直接圍了一個木牆防守 沒有騷擾到任何東西 條盾則是往左邊繼續插了箭塔 想要繼續拖延 對方的礦虛 不想讓對方有繼續有採礦的能力 好 忽然點下了二級農 但一級木還沒有點喔 這就有點危險了 那 Viper這邊是可以考慮 要不要單TC速上帝王時代的 一個打法 好 這邊 箭塔直接控住了 Viper加前面的兩塊黃金 轉出了一些僧侶 那條盾人則是轉出了大量的槍兵喔 好 這邊騎士要衝了嗎 看起來沒有要衝 槍兵過來 沒有中到 兩邊控兵都控得很好 好 移到城堡 時代的條盾人 直接補下了修道院 雙修道院這邊要來出老頭 好 這邊直接把所有的村民拉回家 開始要來採資源 用這些箭塔去偷還對方的進攻 再補了一棟城堡 哇 這棟城堡補下去 前面這些礦 還是不能採啊 好 那 Viper這邊看來是要單TC速上帝王 沒錯了 好 速上帝王 就可以趕快造出巨型投石機 來拆除前方的這些箭塔 還有城堡 好 點下帝王時代之後 就可以考慮開下更多城鎮中心 開始來開農 好 四隻騎士在家裡完全沒有動 條盾者是在下方開了一個 新的城鎮中心 這時候條盾人點下了救贖思想 所以現在投石之後 也不太能去攻擊這邊箭塔 可能會被招搶走了 那上方的部分 Viper這邊才按出少量的漁船 開始在補漁 但條盾這邊早就已經補完 已經開始灑下漁網了 經濟來說還是比Viper好上很多 漁船加上村民 村民差距已經打出了約15村以上 右邊再補下了一棟新的城堡 條盾人家裡農田正左邊慢慢灑出來 農田很平移 可以開始補正自己的經濟 但是看到已經升到地龍時代的波蘭 條盾這邊決定要果斷進攻 繼續升插箭塔 希望可以插到更多的東西 好 那這邊波蘭人的話 就要產出更多的巨型投司機 開始開拆 也要適時轉一些戰錘兵 去擋一下對方槍兵進攻 或是要轉弓兵路線 都是要納入考量的 要不轉弓兵路線或火炮之類的 很容易會被對方的槍兵直接硬戳掉 巨型投司機 或是僧侶招降掉自己的戰錘兵 還有更多的建築物 所以這邊還是要轉一些 工兵單位或遠程單位或反制 火炮方面的話 應該是還可以打 畢竟老頭這個單位 沒有刀地龍時代 沒有印刷技術 招降的射程是沒有辦法 直接硬招到火炮的 好這邊騎士在家裡繼續鬧 看起來農田可能要被招走了 少量的青騎兵過來 直接硬撞重傷長槍兵嗎 但這邊點到農田 哇這邊要繼續打嗎 看起來有點危險 三隻肉馬可能都會被招降掉 但是這邊中斷了招降 丟了兩隻青騎兵 先抓掉兩隻老頭 看起來是蠻不錯的交換 右邊終於有巨型頭司機 在開拆左邊的箭塔 但是這台沖車有點威脅 可能會直接衝撞這邊的巨型頭司機 趕快拉一些村民過來暴打一下 然後又趕快去修理 不然這根沖車可能會頂掉巨型頭司機 還好這邊只是拉了村民 拆掉了沖車 下方這棟城堡也終於拿下 防護箭塔也在慢慢拆除當中 看起來這波條盾的箭塔 攻勢可能快被擋下來了 好終結到左邊的箭塔 上方這個箭塔還是沒有辦法搞定 哇這個箭塔越插越深入 大中原有可能會被招降掉 這裡有要招騎士嗎 好像沒有看到的樣子 直接選擇打了後方的騎士 哇結果這個大中原還是被招降掉了 終於有一些戰純兵可以過來打後方的村民 好那這部分箭塔已經拆除的差不多了 但是還沒有怠慢 繼續拆除後方箭塔的問題 好那這邊有免費的躲射孔關係 這邊箭塔很煩 直接高速射掉了這邊波爛的 步兵還有騎士 好正面的部分巨型頭司機 開始慢慢往外拆了出去 家裡補下了更多的老頭 終結掉後方箭塔的問題 三隻肉麻加上彈錘兵開始追逐 條件這裡感覺被殺了很多的村 但其實上次沒有 因為波爛這邊是單TC開農的關係 所以現在村民事務落後有點嚴重了 65村打93村 而且對方是4TC開農 而且農田非常便宜 殘出農田的壓力也顯得更少一點 後來這邊點下了三級農 手推車二級木也點下了 還有機會的感覺 目前條盾利用自己大量的箭塔 去爭取時間 這裡也不管你到底有沒有兵 直接拉了老頭 過來想要直接硬遭翔 巨型頭司機 後方還是有重傷場銷 並做防守 還是守到了一些 單位 單位 這個老頭血量被拉了回來 好險喔後面有老頭在補血 結果這隻清洗兵被招降掉 瞬間被射死 忽然這邊感覺打得有點節節敗退 感覺不太舒服 好 後面有補下一些碼頭的漁船 開始補了一些經濟 兩邊都沒有打海戰的意思 都非常認得在打陸戰 目前條盾這邊還有礦產資源的優勢 如果破爛人這邊想要奪取回來的話 可能還要再投資一些步兵單位 去做反刺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目前正面的縱光長槍兵 是對破爛人來說是一個難解肢體 除非自己轉出大量的弓兵 才有可能解得比較輕鬆一點 但現在這個階段 他已經完全斷金了 所以要轉弓兵也不可能 轉肉馬的話是比較能打的 但肉馬用黑帕槍兵的部分 這邊直接採住了蓋城堡地基 往左邊蓋了一下 地基重開了下去 後面的巨型投資機可以開始往前 但是後方騎士數量有點多了喔 直接用騎士擋住了肉馬的入境 但是還是被砍到了兩隻老頭 第三隻老頭可能也要死去 沒問題 但是現在騎士來說是條盾很優勢的 黃金優勢實在很巨大 忽然這邊則是肉馬 一直在出喔 但是沒有黃金大弱馬也無法升級 精冠技術 烈克提克一燦也無法繼續使用 右邊這根箭塔 直接拉了一堆肉馬過來拆除 但是這根 這個頭石居然打歪了 造成這邊損失更多肉馬 左邊戰錘兵越出越多 那戰錘兵這個單位喔 打條盾其實蠻厲害的 畢竟條盾的近戰防護力很強大 剛好破防能力 讓條盾來說是一個致命傷喔 但目前經濟來說 波蘭實在是有點窮喔 打得越來越窮喔 所以波蘭這邊要打贏 可能有點困難 經濟烈士是沒有辦法彌補 兵種上的優勢的 以烈士的話就難再繼續把自己農起來 波蘭這邊繼續往下深入 看到有更多的 村民在裡面蓋城鎮中心 大概可能會來不及蓋好 哇 裡面這棟村鎮中心也蓋不起來 這一波攻勢 有稍微傷到條盾一點點經濟 但是右邊這邊大量的騎士 已經騷擾到突然這邊的農田 還有伐木工 村民差距已經來到了66村 對上106村 40村的差距喔 非常龐大 這時候條盾終於點下了帝王十代 好 後面的城鎮中心取消掉 換成波蘭這邊進來 想要開城鎮中心 但是這邊農田是有視野的 所以條盾人立刻馬上 拉了非常多的重裝長槍兵 過來防守 但這裡有一個洞 沒有補 馬上又補得起來 好險 好趕快蓋下城鎮中心 蓋好之後就沒問題 正面的兩台巨型頭司機 直接被條盾人的大量騎士 給收掉了 好 那波蘭這裡也沒有想要 繼續停止進攻 還能補下了更多的城堡 繼續往前推進 左邊城鎮中心蓋起來之後 趕快收村 好 有箭矢的話 就可以打贏重裝長槍兵 好 三槌兵要不要過去左邊救一下呢 還是要繼續往前進攻呢 好 左邊這個要射很久了 好 那條盾人上帝龍時代 遇到波蘭這個打法 一定要先上擊兵 好 在後續要看要不要轉火槍 擊兵配火槍的路線 是蠻適合條盾人的打法 目前看到波蘭把鑽錐兵配漏馬 火槍配擊兵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波蘭遇到擊兵配火槍的話 可能就要轉出自己的 強弩喔 甚至把這個大洛馬 可能也要升級上去喔 才會好打一點 好 果然疑似到帝龍時代 調整人點下了化學的升級 那波蘭這邊則是點下了三級的步兵 踩甲 這樣來增加一下步兵的坦度 好 左邊又有更多的村民過來 想要開農 證明深入進去 看到後方有一棟城堡 這邊直接阻止了 忽然人繼續深入 調多人的後方領地了 後方領地爽爽的喔 沒有問題 轉出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準備要來按一些火槍了 哇 這裡補更多城鎮東西 聰明豬已經快要到150吋 還在蓋城市中心 最濃的那一種 OK 四個射箭場 已經準備好 出的不可能是戰錨吧 一定是火槍 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這時候條頓才意識到自己經濟科技好像都沒有點 二級農也可以考慮補一下 不然這個農田他快被撕完了 波蘭這邊的優勢 則是有非常大量的經濟優勢 這個經濟科技的優勢 但創民樹已經落後了大約快到60吋 好多人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還有增兵技術 還有增兵技術 封頭之後把左邊打串了一個墓軍 讓自己的落馬可以到左邊騷擾到條頓的領地 這邊條頓趕快把眾多的長槍兵 拉到家裡做防守 而且在農地也補下了一些軍銀 可以即時產出眾多長槍兵 看來波蘭這邊 攻勢已經被看穿了 待會可以用火砲去猜一下外圍的劇情投司機了 這邊幾兵已經升好 好大量幾兵直接A過去應該沒問題 這邊落馬也不太可能去救得了 這邊火砲跟中投 這邊大落馬繼續往前 正面的巨型投司機果然被火砲給拆掉了 那條頓這邊正面也開始進攻當中 突然這邊則是轉出了金銳奧布奇的升旗 金銳奧布奇的話打幾兵來說是蠻好用的單位喔 但是擊兵來說沒什麼防禦力 所以破防效果感覺沒有那麼明顯 但其實上還是有的喔 畢竟條頓人的步兵防禦力天生就是加2防 點完3防之後總共還有6防喔 可以打 不是6防 是5防 6防好像太多了 近防5 遠防 遠防一樣是4 好 這邊槍兵遇到箭矢果然很痛 但破防這邊並沒有轉出自己的工兵升級喔 而是想用戰錘兵配上大落馬組合 去正面硬解 喬兜人的火槍配上槍兵鎮 火砲想要收掉後方 可是有點困難自己的火砲被打掉 好 大量戰錘兵從右邊開始突襲進來 好 大落馬直接後面硬拆 巨型頭C 能拆掉一台嗎 差異刀被修了回來 戰錘兵努力輸出 但是被火槍瞬間變光了 不然這裡不得不轉出戰錘兵作為反擊 好 左邊的採荒地也被拆掉了 哇 結果這邊開了一個洞 反而讓自己陷入了危險啊 畢竟自己經濟現在沒有很好 現在要擋住條盾這一步的攻勢 其實是很困難的 好 波蘭人這裡終於補下了三攻 但是大落馬列克提克一場 並沒有補下 這是波蘭人後期的利器 好 三毛兵出來 稍微反擊一下槍兵 但左邊的這個礦區 可能要被條路人給拿了回去 而且左邊這些村民也沒有路可以逃了 直接會損失15村 村民差距被打出來會更嚴重 經濟差距會越打 越發越大喔 好 波蘭這裡還沒有拉村民去到後方 開始採礦跟挖石頭 好 這邊村民想要出來 可能跑不掉了 後面火槍瘋狂輸出當中 這時候條路人轉出了重裝騎士 看來是有意想要來轉遊俠 這時候波蘭中點下大落馬升級 好 火炮三台 拆巨頭很快 但不敢硬拆 打了一炮之後就往後撤了 好 阿洛馬開始往後進攻當中 但是這邊三攻並沒有繼續升級好 剛剛好像取消掉了 取消掉之後升級大洛馬 好 拖蘭的這邊經濟還是很差 可能要趕快到後方安全農地 撒下更多大鐘點 才可以補齊自己的經濟劣勢 現在落量或許還不是非常安定 好 這邊火槍沒有碰好 直接撞到了戰錨 好 省失了一些火槍 好 左邊拉了一些大洛馬 抓到了條盾左邊挖礦的撮影 好 結果這個傷害看起來 是沒有列克體克遺產的 所以打起來並沒有這麼的痛 但是目前條路人已經正面突破了 托蘭人的防守 直接拉了六隻重裝騎士 到了後方開拆後方的攻城器 正面的三台軍銀頭司機 已經開拆了波蘭上方的城堡 正面的戰錨兵也無視 還有戰錨兵無視對方的城堡 直接在城堡下方開始進攻當中 哇 城堡上方還是被打爆了 被打爆之後 這邊就可以拉一些騎士 到後方的農地做騷擾了 不然這邊有點節節敗退 終於把這邊的村民給收掉之後 村民有點拉近了 95川打120川 但村民差距還是非常巨大 自己的火炮又被火炮給拆除掉了 OK 托蘭這邊已經完全沒有黃金了 實物上來說或許沒那麼穩定 黃金只剩下八個人在挖掘 這邊要轉出列克提克遺產 可能沒有機會喔 現在連三弓都很難點了 好 調遁正面再次進攻 有非常多的戰錘兵 直接走到了巨型投擲機的旁邊 左邊則是用了一些大路碼 直接直擊後方的巨頭 但正面城堡能夠有機會守下來嗎 284滴血 沒人修理 哇 最終還是拆掉了這棟城堡 右邊果然直接被溜了一波騎士進來 但正面調遁人的城堡也是爆開 正面戰錘兵直接突破了擊兵方陣 但後方還有火箱在等待著戰錘兵 戰錘兵還是被解掉了 哇 這一波反擊打得還算不錯 但自己也是損失了城堡 有點可惜喔 好 後方這裡沒有蓋城門的關係 可以直接暢通無阻 到了VIPER的後方農地 還有黃金礦的地方 好 左邊這裡好像沒有控好 巨型投擲機怎麼直接拉到左邊 好 被打個正著 完全扛不住 三台巨型投擲機 就要這樣送掉了嗎 完蛋 我寒了 三台巨型投擲機爆掉應該 就沒得進攻了 哇 這邊好像出現了一個 蠻嚴重的控兵失誤 好 三攻要不要找個機會補呢 還是要存下支援 點一下烈克體克遺產 OK 這邊的槍兵直接被打爆 但是後面還是火箱鎖住 只要後面的火箱防線沒有被突破的話 條盾就可以一直守在家裡 然後慢慢把左邊這片礦區給挖完 就會拿下更多的勝利可能性 後來這邊點下了三級攻之後 按下更多的大肉碼 但肉碼一直沒有點下金冠 其實有點傷 沒有這個破傷傷害 還是不夠強 這個大肉碼 好 桃盾這裡也補下了三級的板甲技術 波蘭中午點下金冠 烈克體克遺產 哇 中午點下來了 那待會就要來看一下波蘭這邊一騎兵 有沒有能翻盤成功 目前看起來翻盤是有點困難的 但還好敵人現在不會從左邊這邊流進來攻擊 這邊可以再稍微建立一些採礦影帝 還有後方的經濟 只要後方能守住的話都還有機會 好 這邊大量騎士想要直接往後衝 但是波蘭對於這些重裝騎士 是沒有抵抗能力的 因為自己沒有升級重裝長槍兵 而且也沒有急硬的升騎 只能用這個 戰錘兵去防守後方的這邊的重裝騎士 好 尷尬 尷尬 這個騎士一進來 火破血喔 好 正面大量弱馬 直接後面貫穿了大量火槍 連火炮也是被打到了一大堆 這邊正在互相傷害當中 但是白河後方村民還是受到了騷擾 好 村民術下降到只剩下100村左右 哇 這一個衝進來傷到太多經濟 好 後蘭這邊村民術下降只剩下98村 右邊偷偷帶種田的村民也被抓包 好 左邊的 重裝騎士 終於也解乾淨了 看要不要補一下城門喔 綁下衝往後面的道路喔 會比較好一點 這時候條都能點一下了遊俠的升級 哇 轉出遊俠之後更無解了 好 這邊有更多的槍兵走得過來 戰錘兵劍撞 上前應戰 左邊開戰起來 戰錘兵破防效果很明顯 直接破防了條盾的所有裝甲 戰錘兵破防的歷史還太好 好 大洛馬直接上前 硬撞了這些村民 這邊村民直接損失慘重 哇 沙皇這邊有很多村民 直接被大洛馬踐踏了過去 但是後面有槍兵過來趕快防一下 好 這邊村民下降到只剩下115村左右 拉近了一些村民差距 不然這邊騷擾還是有打到點東西 這邊居然有個洞 走得進來 要來蓋城堡 完蛋了 MIPER這裡要是被溜了上來 還能守得住嗎 大量的騎士 遊俠 配上槍兵 都走過來 槍兵遊俠 火槍 這個組合打破爛這個陣型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大洛馬直接 過來硬解一下巨型頭之機 左邊戰錘兵被擋住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直擊幫忙正面軍隊 後面大量戰毛兵在後面幫忙輸出 打這個遊俠很痛 因為遊俠的防護率已經變成 複翼防了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防護力 但這邊火槍 火炮沒有控好 直接損失了一台火炮 更多戰錘兵過來 第一時間攻擊的還是後方的火炮 這邊的戰錘兵擋住了一些傷害 這個城堡只剩下那裡 一隻村民在蓋 結果這邊一過來 遊俠這邊有點在下水餃啊 哇 沒想到條頓這一波 有點被逆轉了回去 雖然這邊補下非常多的遊俠 但能夠即使感到戰場嗎 正面的戰錘兵又一續補了過來 戰錘兵很努力在後方輸出 但遊俠的數量實在太多 18隻遊俠已經趕到了前線 戰錘兵已被截滅之後 這些戰錘兵也會被遊俠全部消滅殆盡 看來突然這一波直接一波被打倒了 最後城堡也是被蓋了起來 哇 發BQ了 遊俠的大勝利 22隻 應該扛不住 突然真的是沒有辦法可以打得贏遊俠 太難了 後方還有少量的戰錘兵 哇 這個高地被站下來之後 毫無懸念 完全守不住 直接領土變一分為二 這一條線 完全沒有辦法有安全地帶 到處都是遊俠在亂竄 左邊的村民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好好的採集支援 後面大中原農田也都不能中了 不然這邊直接巨型斷肉 斷肉斷肉只剩下23個村民 這時候VIPER打出了GG 哇 這一把打得有點久 但沒有想到VIPER居然 後方這一波 剛剛看起來有點快要守住 看他用戰毛兵收了兩台火炮 覺得很有希望 但沒想到條頓後面 爆了更多的遊俠 直接補充戰場的劣勢 硬生生的用遊俠 硬爆了波蘭的正面警隊 還順利的打贏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波蘭拿到洛亮勝利 但居然跟條頓只贏了一點點 這就證明VIPER這邊的經濟 真的是太慘烈了 黃金則是輸了快要7000 那木頭則是贏了11000而已 石頭則是贏了大概2500 條頓這邊 生物來說是3生物 但我覺得這場的問題 應該是波蘭這邊 沒有即時開下自己的智能中心 開農 但確實這也是因為條頓 一直在進攻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這個空檔 可以去找出開智能中心的這個時間點 而且他這邊一路深插進來 後方開智能中心也很困難 除非要拉一隻村民 走這個岸邊走到後方 偷偷到後方趕快開一棟智能中心 才能把自己的經濟捕捉 但由於剛剛戰況太忙 MIP可能沒有想到要趕快拉一隻村 到後面蓋智能中心開農 而是很努力的用單體C 農上去跟對方硬打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來吧